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往巴厘岛海滩的高原 被一条道路一分为二 拥有细腻的白色沙滩和水晶般清澈的海水 风景如画的潘达瓦海滩 已经是巴厘岛最美丽的海滨目的地之一 但在石灰岩悬崖上开凿的这条道路 才真正将其推上了岛上旅游圣地的顶峰 潘达瓦海滩路与其他道路的不同之处 在于它所带来的探索感 在它建成之前 潘达瓦海滩还是一颗隐藏的宝石 只有那些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的人 才会找到这里 但现在随着这条路的开通 许多外国游客也被这种独特的魅力吸引致词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许多人为此感到惊叹 但也有一些人表示 它可能阻碍动物穿越高原 土耳其的卡帕多西亚地区 有一片被命名为精灵烟囱的石柱森林 这些蘑菇状的自然结构 是宁灰岩被侵蚀的结果 宁灰岩是一种柔软的多孔岩石 它的上面还覆盖着一层坚硬的玄武岩 玄武岩的裂缝 让风雨渐渐冲走较软的底层 最终留下了 由坚硬的玄武岩覆盖表面的宁灰岩山丘 这些烟囱高者可达四十多米 在罗马时期 人们借助这些地质构造建造房屋和教堂 如今 该地区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 世界遗产 陡峭的山路 走在这样的山路上绝对会让人心底发寒 更别提趴在边上瞭望下方的风景了 月亮山 月亮山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阳朔县 由于山顶有一个酷似圆越的大洞而得名 从不同的角度变幻观看 洞穴的形状也不断变化 如果是开着车从一侧经过 洞穴的形状会从弯弯的上弦越 逐渐变成半越 圆越 继而又变成下弦越 十分奇妙 有人可顺着一条八百多级的登山道直达越洞 整个越洞高宽各有五十米 而山壁却只有几米厚 洞的两臂平整如墙 顶部却挂满了钟乳石 形状各异 让人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芬格尔洞穴 芬格尔洞穴位于苏格兰 赫布里底群岛 无人居住的斯塔法岛上 它由一系列巨型六边形玄武岩方块组成 其结构与北阿尔兰的巨人低岛相似 入口处巨大的黑色岩柱 与下面汹涌的巨浪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到这里的唯一方法是乘船 路上可以见到海豚 海雀和许多鸟类 如果海面平静 你可以登岛上岸 走进洞穴 里面会有海浪巨大的回升 浪漫主义作曲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于1829年到访 并创作了序曲《赫布里底群岛》 据说就是受到了洞穴中奇怪回升的启发 弗纳尔瀑布 弗纳尔瀑布是美国加州约塞米特国家公园的主要景点之一 并以其在底部飞溅浓雾 而形成彩虹著称 瀑布全年都在流动 再远处也清晰可见 据说夏天时瀑布体积会大大减少 并且分裂成多股水流 而不是单一的水墓 需要注意的是 在前往弗纳尔瀑布的过程中 途中的河流虽然看起来并不汹涌 甚至还很平静的样子 但其实非常危险 很多徒步者都曾因水流太过强大于难 所以记得千万不要下水 乐山大佛 乐山大佛全名为加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 又名凌云大佛 位于四川省乐山市 峨眉山东路七丸丰 南明江凌云寺 雕刻于明江 清一江 大渡河三江交汇处的岩壁 大佛坐向通高71米 头顶上有1051个发迹 是世界现存最大的一尊 露天磨牙石刻造像 佛像建造的发起人 是在凌云山睫毛修行的海通禅师 他看到三江水肆虐 常发生传毁人亡的悲剧 于是立志开凿大佛 减煞水士永振风涛 他变形大江南北 两湖淮海等地 筹集人力财力 并于公元713年动工开凿 但在大佛头和胸部出具雏形时 建造者海通却原济了 直到四十年后 建南西川节度史维高 捐凤银五十万两 完成了大佛膝盖以下的雕刻 其余部分直到公元803年 才全部完工 乐山大佛本身开凿于 质地疏松容易风化的红沙岩上 但他历经一千多年的风雨 却依旧保持着雍容的圣唐风貌 除了历代的维护 还得益于大佛本身设计巧妙的 排水通风系统 隐藏在大佛发迹 一纹线条 耳朵和肩膀背后的排水沟 以及通风洞穴 有效缓解了雨水和掩体渗水 对佛身的侵蚀 最后 大佛阁的覆盖 也对大佛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大佛阁存世四百多年 于宋元之际损毁 今天我们看到的乐山大佛 已经曝露在天地间八百余年 他在1996年12月 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了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落 天空魔网 你可曾想象过 在距离地面200米高的空中 打闹嬉戏和踢球玩耍 这样一张如同足球场一般的天空大网 位于金华永康 秀岩村俄大队探险乐园 于2023年10月对外开放 号称天空魔网 总面积1600平方米 今年1月还被英国扛齐世界纪录 认证为全球最大的空中网状游乐场 天空魔网最多可同时容纳50人游玩 它横跨两座悬崖峭壁之间 游客在上面行走如同漫步云端 随着网的浮动蹦跳 透过魔网俯瞰百米深的悬崖谷底 非常惊险刺激 让人不游的肾上线速飙升 如果有机会 你是否敢挑战这样一张天空魔网 杜德萨加尔瀑布 杜德萨加尔瀑布位于印度 古阿邦西高祠的雨林中 被称为亚洲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瀑布之一 该瀑布横跨四层 总落差310米 平均宽度为30米 是印度最高的瀑布之一 由于这座瀑布位于季风区 因此在雨季来临时 它的威力最大 在崇山峻岭间 彰显着大自然的壮美 白色的水从陡峭和垂直的山峰上喷涌出 这也使它有了一个牛奶之海的绰号 值得注意的是 出于安全原因 当局已经禁止火车 在杜德萨加尔瀑布区域停靠 沿着铁路轨道步行 也被认为是非法行为 徒步旅行到瀑布底部的线路比较凶险 一般只推荐在即将进入秋季时 买票乘坐专用的吉普车进行观光 莽山五指峰 莽山五指峰因其峰形状四手指而得名 它地处湖南省宜璋县南端 总面积达200平方公里 是地球同纬度保存最完好 物种最丰富的原始森林之一 也是广东省第一高峰 素有一山跨两省 相悦在莽山之美誉 位于封建的栈道海拔在1400米至1600米之间 总长约8公里 是中国南方最长的悬空栈道 置身期间还不觉得有何艰险 但如果从高空俯瞰 绝对让许多人感到胆战心惊 凯厄土耳瀑布 凯厄土耳瀑布位于贵亚纳的凯厄土耳国家公园 是世界上最大的单极瀑布 从沙岩和利岩悬崖上的跌落点到第一个断裂处测量 它高226米 如果把之后一系列陡峭的瀑布分支拿入测量 它的总高度可达251米 相当于尼亚加拉瀑布高度的4倍多 维多利亚瀑布高度的2倍 有了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特征 凯厄土耳瀑布原本应该成为一个广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但遗憾的是 它处在一个极其偏远的地区 这使得游客除了乘坐飞机外 几乎无法进入 秋天的晨雾 秋日清晨 薄薄的晨雾弥漫在葡萄园上方 看上去宛若仙境 重庆乌西挂壁公路 重庆乌西挂壁公路 又叫兰茵天路 它位于重庆乌西县兰茵大峡谷的兰茵村周家平 长约1200米 宽部足3米 其惊险程度让很多老司机都望而却步 兰茵大峡谷全长100余公里 谷底最窄处仅13米 平均深度1500余米 最深处达2400余米 被誉为重庆第一深谷 就是在这样上下落差达1500米的悬崖绝壁上 周家平村民们用钢签 铁锤等最原始的工具 克服种种困难 历时四年三个月 一锤一凿地开出了这条绝壁天路 来往车辆行驶时 一边紧贴悬崖 另一边却是万丈深渊 尤其宽度更是无法进行汇车 这时候如果对象来车 只能是其中一方选择倒车 如果不是靠近悬崖一侧 已经安装护栏的话 恐怕绝大多数人 都不敢从这条挂壁公路上开车驶过 空中蹦床 刚刚的天空魔网 已经足以让很多人望而生畏 但这张万米高空上的空中蹦床 却更加令人胆战心惊 也许当你克服恐惧时 天空也不再是人类挑战的极限 开辟隧道的狼群 前段时间 新疆喀纳斯井区和木村的一名牧民 用无人机记录下了罕见的一幕 一群狼在积血中开辟隧道 列队整齐 按照幼狼居中 壮年狼开路 老狼殿后的队伍行进 视频中 头狼负责在一米多厚的深血中打洞 每隔几米 还会挖出一个洞口 时不时地探出头 来观察情况和判断方向 充分印证了头狼在群体中的担当 四王群岛 四王群岛位于印度尼西亚西巴布亚省 坐落在珊瑚三角区中心的黄金地段 由1500个岛屿 珊瑚礁和浅滩组成 四王群岛就仿佛一个热带迷宫 上千个新罗旗部的喀斯特地貌海岛 如钻石散落在大海上 这里还是世界上海洋生物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 是被公认的全球水下动植物完整度第一的地方 同时也被许多人称为地球上最后的天堂 不夸张地说 四王群岛就像是精心设计和布置过的梦境 几乎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会一眼沦陷 茂密幽深的丛林 宁静白色沙滩 珍贵的细湖和清澈碧绿的海水 一切超凡脱俗的风景都在这里汇集 四个主岛自北向南分别是十位极岛 巴丹塔岛 萨拉瓦地岛和米苏尔岛 每个主要岛屿都隐藏着自己的奇观 2022年11月 不读星球杂志还把四王群岛 列为了2023年最佳旅游目的地 从空中望下去 大自然似乎画出了它最好的艺术品 让人坠入一片海洋天堂 新西兰侠湾国家公园 新西兰侠湾国家公园位于新西兰南岛西南端 濒临塔斯曼海 占地面积12607平方公里 是新西兰最大的公园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公园之一 霞湾国家公园恰好坐落在太平洋板块和澳大利亚印度洋板块交界处的高山段层上 包括火山岛索兰德尔岛 公园内呈现出一派被多次冰川作用雕魔而成的景观 霞湾 岩石海岸 悬崖峭壁 湖泊 这里最大也是最著名的霞湾市米尔福德霞湾 在大雨滂沱时山崖陡壁处会有数以千计的瀑布飞翅而下 异常壮观 如果你去新西兰旅游 这里绝对是一个必去的地方 悬崖跳水 悬崖跳水是一项惊险刺激的运动 只有最勇敢无畏的人才敢挑战 尤其在这一过程中 你还能欣赏到无与伦比的壮丽风景 选手们站在数十米高的陡峭悬崖边上 先后纵身跃入大海 场面非常震撼 圣米格尔岛 圣米格尔岛绰号绿岛 面积达759平方公里 拥有约14万居民 是葡萄牙亚素群岛中最大的岛屿 也是人口最多的岛屿 该岛以其令人惊叹的火山口湖 地热温泉和郁郁葱葱的景观而闻名 对于自然爱好者来说 圣米格尔岛绝对堪比一个巨大的植物游乐场 经过些许整修的花园 在该岛沿岸地区比比皆是 而在奶牛牧场和火山口湖的边缘外围 则坠满了粉色和蓝色的绣球花 在岛上租车自驾是最惬意的方式 可以自由赏进青山绿水 蓝天碧海 即使在所谓的旺季 你也几乎看不到其他游客 整个岛屿就像被你独自承包了一样 麒麟大峡谷 麒麟大峡谷位于西藏日喀泽定节线 从喜马拉雅山北路一直撕裂到定节湿地 犹如地球上一道巨大又深刻的疤痕 峡谷深达200米 绵延15公里 是一种独特的喀斯特地形 经过附近雪山冰川 溶水数十万年的冲刷 切割和侵蚀 才形成了如今形状各异的土林 这条纵贯南北的大峡谷周围寸草不生 犹如洪荒时代的大地裂缝 登上高处后峡谷全景一览无余 给人们强烈的视觉冲击 仿佛有一把巨大的斧头 把眼前原本平坦的地面用力砍开 露出了里面千奇百怪的地理奇观 几乎所以来到麒麟大峡谷的人 都会被眼前的一幕惊得目瞪口呆 身处这片惊世骇俗的巨大地裂之上 人类的渺小和自然的宏大 被生动形象的诠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以上就是地球军带给大家的 二十段最惊人的无人记录像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期再见